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 the song of every ma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trange again 學習的意思我想在整個運動裡 對於尤其是我們年輕一輩來說 都是一個學習 尤其是學習如何和別人溝通 我想溝通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在會上各自表述一些事情 但對於整個運動未必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所以我想不單是學習和溝通 而是學習如何和別人相處 還要和不同年代的人相處 例如在我們之前的五方平台會議上 我們新一代如何和傳統泛民的人溝通 在過程中我們自己正在學習 第二方面我想是學習如何去 有一個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突然間不知道在哪個佔領區被人打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去應變 這些全部都是學習得回來的 所以如果在這場運動學習回來的經驗 我想在下一次運動 或者在其他行動上的策略 給我們的經驗 是可以在下一次大型運動上運用到出來 所以香港人由回歸到現在 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佔領運動 全部都是學回來 所以如果下一次有同樣的行動 或者運動的時候 可以將這些經驗運用到出來 這就是我所說學習的意思 很急切性就是一個區議會選舉 因為我覺得傳統泛民陣營和山下的新力軍 都需要有一個平台去溝通 如果不是的時候 有可能在其他選區上面 不要說藏區 而是有可能有些很小的事情 演變成一些互相的 謾馬或者有些爭拗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運動都未必有一個好處 所以我覺得首要的條件 就是建立一個溝通的平台 然後在其他的行動 或者在選舉上面作出一個協調 假設我也不想發生 就是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這邊的陣營的朋友 有可能未必拿到的議席 未必做到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 而是去放棄整個地區工作 因為每一次的地區工作 就是在建立一個社區資本 這個社區資本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要和共產黨鬥長命的話 首先必須要建立這種堅毅的精神 因為不是一次就成功 而且不要給一次的失敗 而是令到自己的武力感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中期或者長期的目標 應該香港是建立一個公投的機制 這個公投的機制必須要和本地的民生 或者是將來的政制發展去扣連 未去到2047 香港是不是被中共完全收回 還是說中共那種文化 逐漸套入香港的時候 不要說政制 我們可以從其他地區議題 或者剛才說三跑 全民退休保障這些具爭議性的議題 是透過一個公投機制去作出一個投票 如果行之有效的時候 我們在將來政制發展 我們想要什麼制度的形式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公投機制去實踐 所以我覺得中期或者長期的目標 是需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公投機制 而容許到我們香港人有直接表達的權利 而表達的福製 毋榮 也 得 committee